哈喽,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一个主题,如何让两手合起来? 给我十堂课,我教你如何有效地训练这个方法。 有一个前提,你一定要依照我们的方式,比如说第一堂课确实的练习足够,熟练了以后,我们才学习第二堂课,不要心急,因为你绝对需要足够的耐心,还有毅力,对自己也要有自信心。 再来,我必须强调,这个课程可能会有点无聊,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机械性的重复的训练,但是只要你能够坚持下去,给我十堂课, 我一定会有效地让你两手协调性,得到非常大的进步。 哈喽,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说第三课,第三课要开始说和弦了。 好,和弦的部分,你也可以先去看一下我们的乐理。 在这里,我们只用两种,第一种是DO MI SO,也就是C一句。 这一首呢,它是先左手,但是因为我们需要两手合嘛,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做练习。 DO MI SO,到了第三课,经过之前的练习,你应该是可以很容易的两手同时弹同一个音了。 而把DO MI SO,三个音一起弹。 如果说你觉得很难同时下去的话,你可以请你用手臂给他一点点的力量。 第二种和弦,第二种和弦,我们这里用的是RE,RA,SO,也就是D,F,G。 同时弹下去。 这里呢,这里呢,会有一点点困难。 右手。 这三个音要同时下去是有难度的。 我们可以先试试看,比如说,RE跟F,先一起。 可以的话,我们再试RE跟SO一起。 再来,F跟SO一起。 你会发现你在弹的时候都需要用一点点的力量。 最后我们才来试RE,RA,SO。 我们用同样的练习方式。 我们用同样的练习方式。 RE跟F先。 RE,SO。 F,SO。 最后才是三个音一起。 F,SO。 接下来,我们就照普弹。 他的写法就是先分解,然后再弹和弦。 就像这样。 F,SO。 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前面从抖弥SO要转换成RE,RA,SO的时候。 最后你中间一样不可以有任何的犹豫。 隐级,, 换,, 接下来这首 它是右手分解 但左手是和弦 一起弹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把每个小节都分开来练习 比如说第一个小节 第二个小节 第三 第四 了解了这个结构以后 我们再把它全部练起来 第二行是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你可以先把每个小节都先弹出来 然后再把这四个小节合起来弹 然后再把这四个小节合起来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